科学维绕你我他 每天学习了解他 我是火箭叔叔 要说我们地球上最特殊的地方 一定就是南极了 我们的祖先从走出非洲的那一刻起 便致力于占领整个星球 包括其中的每一块大陆和每一片海洋 我们几乎做到了 唯独缺了南极 所以这也让南极成为地球上 唯一一个没有人类定居的大陆 只有28个国家所建立的53座科考站 屹立在这座白色的荒漠之中 其中当然包括我们中国的长城站 中山站 昆仑站 泰山站 以及正在建设中的罗斯海星站 为什么南极没有被我们的祖先选中呢 因为这里的气候实在是太极端了 首先这里一年四季都被冰雪所覆盖 是地球上最为寒冷的地方 其次这里的海拔实在是太高了 平均海拔都有2350米 而我们所生活的亚洲 平均的海拔只有950米 是不是比南极低多了呢 还有更极端的 这里是地球上风速最强劲 刮风最频繁的地方 要是它没有得名南极的话 估计也会被叫做风极的 南极为什么这么冷呢 因为阳光照射到南极的机会 实在是太少了 地球表面气温的高低 取决于太阳传来的能量的多少 地球被太阳传来的能量加热 使我们生活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 与南极和北极相比啊 赤道地区由于直冲着太阳的方向 所以太阳光是直射到这里的 因此所受到的太阳照射要强烈的多 接收到的热量也很多 这是赤道成为了地球上最为炎热的地方 反过来太阳光只能以非常倾斜的角度 照射到南极北极 这两个地方接收到的太阳的热量 自然就少得可怜了 空气无法被加热 因此南极北极就很冷 冰雪终年不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呢 如果单单从地球与太阳的位置关系来考虑的话 南极和北极处于相同的角度 分别位于地球上的一上一下 两个对称的方向 按理来说 这两个地方应该是一样冷才对啊 可为什么南极比北极更冷呢 原因就在于冰层下面隐藏的东西不一样 北极地区冰层下面主要是海洋 海洋散热比陆地慢 与之相对啊 南极地区冰层下面主要是陆地 而陆地散热比海洋快 所以虽然吸收到了一样的热量 但南极丢失热量的速度却比北极要更快 也就是这个原因 使南极毫无争议地成为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